前面霜比較低喔 來要全部靠下 哇塞 好低喔 龍標 為什麼腳要這麼開 穩住重心 不要讓他低到衣服 好 沒關 腳踏變盤 安全第一 好臭喔 不會太鬆散 Cheers 早安 今天是禮拜六 今天天氣還不錯 剛好又沒事 所以想說要出去走走 我們即將要去四草 四草什麼 四草湖嗎 四草 四草隧道 也是我上網查到的 話說雖然我身為一個台南人 但是對台南的景點 並不是都這麼的熟悉 很多時候呢 我有台北的朋友說要來台南玩 就問說 哪裡有好吃的東西 哪裡有好玩的景點 我其實都回答不出來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真的不是美食家 我敢吃的肉類真的很少 然後很多的景點 可能也沒有這麼的熟悉 像小時候 最常去的就是那種古蹟巡禮 就是每次什麼 寒假作業啊 暑假作業啊 老師都會拍的功課 其他真的 很少去一些熱門的景點 所以這次上網查就發現好像四草隧道還不錯 決定要先去敞看一下 這樣以後朋友問我哪裡好玩 我可能就可以推薦他了 好啦 好 出發吧 抵達囉 我網路上看到他說有一個四草隧道的部分 媲美於小亞馬遜河 景色非常之漂亮 然後你可以搭船看上面的風景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去買船票 我查網路上他說人山人海 非常的競爭很激烈 但是我現在來到這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幾乎都沒有什麼人 給大家看一下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常常在家裡 今天是想說戶外應該比較安全一點 但大家還是要記得 勤洗手口罩要戴好唷 買票去囉 來賭 哇 小板凳 好耶 搶一個好板凳 好啊 很有feel 來來來 情人座 哪裡有情人座 這邊這邊 這邊好了 前面上比較低喔 來 要全對跳下 哇塞 好好低喔 打啊 前面在拍前面 後面在拍後面 中間的開機 然後就船長今天 覺得很好 徹底拍 打船後面 讓大家來拍照 一定會來 恐慌 駕駕駛拍 才恐慌 明明前後都一樣喔 你這邊最清爽 對 這裡最清爽 好了 你看一下 小亞馬遜 小亞馬遜 真的還蠻美的 下次可以包個船 拍個Cover的臉書 可是在船上拉前是不是有點太危險 哈哈哈哈 然後呢 現在出來決定來吃個Bub 實在是太熱了 不得巧克力 可以 可以 轉眼球 有喔 那一個巧克力一個 芋頭 好久沒吃了 好久沒吃了 不要說 還是頭不要開好了 龍標 為什麼腳要這麼開 穩住重心 等到他低到衣服 哈哈 之後 想到一個以前小時候吃Bubub的故事 就是我媽不喜歡我們吃這個路邊攤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衛生考量跟健康考量 有一次我們就去公園 結果 我媽要去上廁守 就把包包都放空在目上 不久之后就听到远方有 巴布巴布的声音 我爸就问我们想吃吗 当然想吃啊 于是呢我跟我哥就跟在我爸的屁股后面 三个人雀跃地奔向冰淇淋车 拿到冰淇淋的那一瞬间 真的觉得啊 能吃到冰淇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呢 正当三个人如此感叹的时候 远方看见我妈气扑扑地走过来 因为挂在树上的包包不见了 我爸还在 现在是下午一点左右 离开了四草小亚马逊 蛮好玩的而且今天真的天气很棒 不会这么的湿热 然后行程大概也30分钟很清爽 讲解也非常的热情会带动气氛 很棒很棒 然后现在发现好像离安平很近吧 所以我们决定要去安平树屋看一看 也是一个很多人会去的景点 但是因为安平我平常自己去都是 比方说小时候去安平吃虾卷啊 还有安平豆花 后来安平豆花在星光三月有之后 就很少去安平了 就去星光三月的美食街 然后还有什么 哦安平里面有一个安平老街的蜜餐 也很好吃 但由于害怕人太多 所以我们就去安平树屋看看吧 出发 结果还真的是超级附近的 说出发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把车子停好之后 现在要来去寻找安平树屋啰 今天好奇怪 路上都没有人 台南人买任何古籍都是免费的 在台南人的福利以后 路口在哪 安平树里面蛮大的 可以好好的放慢脚步逛一逛走一走 里面还有一间小咖啡厅 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 旁边也有在卖纪念品 可以买一买带回家 这个行程也蛮清爽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 男生只要记得手机不离声 帮女朋友猛拍一波就对了 紧邻着安平树屋就是德际洋行 一个充满历史人文的古迹 当然也有很多美丽的景色可以拍 逛完书屋了 现在是下午的1点55分 快2点 顿时失去的方向 不知道要去哪呢 通常逛完书屋都会去哪里 吃东西吗 今天虽然没有太阳 可是这样走一走 也有点流汗 还是Google查一下 还是我们去喝一杯 我没啥 但是要先把车停着 要不然 好先停车 然后再用台南你最爱的 GoShare 你看是不是这种GoShare都拍到用场 超爱GoShare 好好好我等一下去找 我们上次去的那家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问一个非台南人 抱歉 奇妙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多多利用谷歌评分了 没错 反而走或必留下你的 我超想看寻人的那个 我那时候想说长大之后 我一定要请他们去帮我寻人 结果你台南的朋友都在这里 就不用寻人 对没错 坦的老师朋友们都在台南 所以不用寻找 喂你好 我想请问你们今天有营业吗 有接电话就有营业吧 我每次都要找一下他的后车箱在哪里 很贴心 干净 舒服 这是业配吗 这是业配吗 这是我个人喜欢的问题 哈哈哈 好说话咯 拜拜 拜拜 哇卡住 哦 哇安全第一 我说会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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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户外长到一个不用晒到太阳的地方 好像這太棒了 這邊好低的感覺 這中間嗎 好臭喔 會不會太鬆散 Cheers 第二杯老闆娘贈送了這個 小小的威士忌 我們原本喝兩杯就要走了 然後準備要走的時候 老闆說有隱藏版 這個是8.5% OK Cheers 好啦第三杯的最後一口 喝完這一口差不多就要回家了 然後我們晚餐應該是會點一些熱潮的外送 在家吃一吃就不出門啦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在台南說走就走的行程 但是我真的非常愧疚 身為一個台南人 吃到的景點真的是太少了 吃到的美食也非常的狹隘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什麼推薦的台南美食 跟台南的景點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如果希望我去哪裡 跟大家介紹的話 也歡迎告訴我 我會帶大家去參觀的 好啦 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掰掰 還在拍喔 還在拍喔 乾杯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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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有很多人 會不會 會不會 有很多人 會不會